话说几十年来,迷失的江湖都十分险恶,在土皇帝徐江年轻时,经常会遭到仇人刺杀,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人受牵连。 当年儿子徐雷还小,徐江正跟着父亲老徐打天下,这一次遇刺虽有惊无险,有伤无亡,却犯了老徐家的忌讳,那就是闯江湖或不及家人。 很快,一队帮派的老大就遭到了报复,老徐家的核心产业可是地下兵工厂,老徐自然要亲身示范,给儿子好好上一课,好把家族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。 一帮人断着枪把对方打成了个马蜂窝,还把对面的老大抱头后的尸体拉到城里的广场上示众,要让所有人知道惹老徐家的下场。 老徐公开称霸的同时,也宣布了未来的继承人,身边这个年轻的白江波作为帮派的骨干,常年跟着老徐打拼,对这种权力的世袭很不满意,在这天,叛逆的种子在内心生了根。 一晃许多年过去,当年的年轻人白江波已经成了外地的黑帮老大,老白,他带着儿子小白回到米市,想要夺回当年失去的一切。 第二天一早,新来的仆人受到了徐江的考验,看到他留下的钱包,仆人第一时间拿起来送了出去,徐江什么话都没说,踏实地离开,这个仆人还是挺让人放心的。 讲到这儿,顺便要介绍一下当地的蜘蛛产业,米尔扎布尔地区分为三个地级市,米市作为核心区域,在另外两地之间,这里生产地毯和铜制品文明,徐江的冰工厂就是以表面生产地毯为幌子,今天他要让两个新人熟悉一下业务,强盛兄弟俩还了解到两件事,一是徐江的子弹,有一部分是来自警局地价变卖,二是前两个负责该业务的小伙伴,因为抽烟闯了祸,人已没了, 所以兄弟俩立刻心知肚明该守住哪些底线,现在失职竞选,北方帮的首席部长赵立东的弟弟小赵亚达夫和徐江是老熟人了,当然亚达夫这个种姓大家也很熟悉了,是北方帮和比哈尔邦的政治种姓,有着极强的地方势力,你看小赵这么黑,也不难猜到这是第一种姓,他这次专程来问徐总所要选举的资金支持, 这是徐江无法拒绝的要求,小赵还提到了徐江的老对头白江波,以和他们的党派进行积极联系,虽然话没有挑明,但意思很明显了,你不支持我们,你的仇家就会支持我们,等我们连任后你就难过了, 这时,本地的参选议员小赵,过来展示刚做的海报,小赵来了招敲山镇虎,你怎么能和首席部长一样高呢,给我改了重印,小赵唯唯诺诺表示听话照顾 照顾,马上就有人给报销了,小赵也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,当然与其能力极其不匹配,在接受群众的荒忽时,他叮嘱小狗,记得把我的照片也印上去,和我哥一样, 为了给他们准备政治现金,徐江约见了一位卖鸦片的老朋友,老男,老男有个漂亮的女儿就快要办婚礼了,请记得,过些天又有一场婚礼要举行,咱们都会去随个份子 而徐江在回家的路上,找一位朋友叙旧时,发现他的表现异常紧张,顿时产生了警觉,身后的女人突然掏出枪,徐江的胳膊受伤,一名随从中枪,老马迅速反击,连着打倒几名女杀手,这时附近又过来两名杀手 徐江表现出了大佬的非凡之处 徐江活着离开,留下一片狼藉,这么多年的黑帮校父可不是白当的,两个杀手遭到一顿酷刑后,交代了幕后主使的名字,果然又是白江波 回到家后,徐家人商量起对策,父子俩想起当年的往事,在那个雨夜,白江波终于露出獠牙,就想行刺老徐 幸好他眼疾手快,双方发生了搏斗,徐江在外面搞定两个打手,却近来晚了 徐父为了保护徐母,被枪击中后腰,他在最后叫住了儿子,让他放过老白 毕竟老白也是他一手带大的,但老徐从此再离不开轮椅了,被活捉的老白被老马带到了病床前 老徐对这个义子情意十足,将西边的坎帕尔地区让给老白 条件是,不准他再回到米尔扎布尔,徐江在放他走之前给他留下了纪念 但老白始终觉得自己立下了汉马功劳,你是也有自己的一份 所以许多年过去后,他终究还是杀了回来 第二天,强盛兄弟俩被徐江为以重任,希望他们能想办法增加枪支的销量 徐雷十分不爽,藏在阴暗之中 继母成了徐雷的倾诉对象,在他眼里 这个继子至少有一点要比徐江强,他已经观察过许多次 嗯,就是那方面,但徐雷从不叫他妈妈,对他的挑逗无动于衷 所以,这个女人将目光又转向了家里的其他男人 所以,这个女人将目光又转向了家里的其他男人 隐容。 里面,她是发生他的参照 后面就不能再许多次